大家好,这里是云南省的丽江市 传说中的丽江,历史文化名称 优秀旅游城市,就是这样的 我本来想去市里飞无人机的 当时去了问了他们,他们说市区是不让飞无人机的 我就站在它的市的边上,一座山上来飞无人机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过来 哇,这样飞起来能看见它的全景 丽江的地形有点像个盆地一样 它四周都是山,中间是平的 它这里是云贵高原跟青藏高原的衔接部位 所以说它这里的海拔也不低了 丽江的平均海拔是2000多,快接近3000了 最高海拔就是越农雪山 你看就是前面有云那里 就是越农雪山,5000多米 很高了 丽江的气候是属于鸭肉的季风气候 那就是冬天也冷 夏天特别凉快 它不像西双版的那样子 冬天也很暖和 这边种的东西一般就种一季 看这边就是很出名的拉尔士海了 这里离那里还很远 但是我把无人机飞高一些也能看见 哇,它这边的这个云很漂亮 丽江最出名的还有丽江古城 这里就是丽江古城 我用我的无人机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丽江古城的一个外貌 看见很多迷迷麻麻的这个很古老的瓦房 它的面积是有七平方公里 还是很大的 比大里古城大了两倍都不止 丽江古城就是这样的 它跟大里古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大里古城是方形的 这个不是啊 它这个就是挨着一个小山溅的 它这个没有固定的形状 这样子进去 如果方向感不强的人很难走出来的 刚才用无人机飞了给大家看了 现在我准备自己走路进去 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里要排队扫个码就行了 现在是不要门票的 现在进到这里面来了 人不是很多 丽江古城是国家的无畏级景区 进到这里面感觉不是很肉乐 可能还没走到肉乐的地方吧 反正这边上这些店铺都是关门的 前面就看见两个人 往这边走就是这样的 这边的店铺吧 就是卖一些少数民族的衣服 茶叶啥的 这边就是一些餐厅 门口还种了好多花 到了这边人多一点点 全是石板铺的路 它这个房子最高也就两层 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 这个就很古老了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见过 过桥米线 准备在这边吃一碗米线吧 云南过桥米线也挺出名的 它这个就是用一个有点像砂锅一样 把鸡肉这些配菜 然后倒在这个锅里 它这个锅里的水是已经烧开了的 你拿来你只要把这个倒下去 然后再把米线放在里面就可以吃了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过桥米线 一天没吃过 一天吃的跟它这个不一样 吃吧 这个过桥米线还行 挺好吃的 刚才吃了一碗过桥米线 花了28块钱 多便宜啊 走到这里面 人就越来越多了 还是比较热热的 听到没说晚上来更热热一点 但是晚上过来吧 我停车那边离这里挺远的 我就白天过来吧 这里好多这边直播的 拍视频的 这边的巷子就比那边要窄一点的 它这个房子看起来真的很古老啊 这里面是不能开车进来的 骑自行车都不能骑啊 只能走路进来 这里是最热热的 到了晚上 很多人来这里吃饭的 你看它这个花种的好漂亮 房子上二楼也种了很多花 走到这里面还比较热热啊 逛街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如果方向感不强的人 不会看那个路牌的人 很难走出去的 这个巷子里面 它上面还掉了一些雨衣山 好多人到这里拍照的 这里值得一看啊 我是特别不喜欢逛街的 我都逛了半天了啊 我准备出去了 就吃了一个米线 出来之后啊 就是一个广场 这些少数民族在那里跳舞 它这个看起来简单 实际也不简单 我现在回来了啊 把我的两个小狗放掉 让它们在这玩一会 小狗都还拉屎了 这家伙 拉在这种草坪上不剪也没事啊 当是肥了 回来 这两个毛孩 回来 одно 哈哈 哦 这是红膜 邀 咱 不怕